collections in the past 是誰在廣大的峭壁上塗鴉 一看花山岩壁畫的千年鷂團 一看花山岩壁畫的千年鷂團 人物的這個線條呢 人物的這個線條呢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人物的這個線條呢 就像是小孩子在畫那個 畫那個塗鴉一樣 都是這個形狀 都是這個形狀 大熊貓還要珍惜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白頭葉狗是持負還是殺人犯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動物叫什麼 白頭葉狗 白頭葉狗 頭是白的 是樹葉的猴子 紅樓紅樓瀑布深 中國最美麗的瀑布 震撼你我的心 這個德天瀑布也是亞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跨國瀑布 中越邊貌古在創造無數大王 香蕉大王 西瓜大王 還有紫箱大王 代名一窺中越邊境線上驚人的交易市場 光是賣紫箱一個月可以賺四十萬 我喊到這裡幹什麼 趕緊跟著中國大體驗廖慶學的腳步 探索廣西重左邊垂城市的神秘力量 位在廣西省省會南寧西南方重左 位置得天獨厚 地形特殊 處處都可以感受到這裡絕佳的地形地夢 船行駛在幽靜的小河裡 我們宛如走進了中國山水國畫般的情境裡 聳立的高山殘殘的流水 船夫撐著小船打魚 農家跟著田 在廣西像這樣克斯特地形的景致 處處可見 而重左的獨特更是全國少有 重左境內多山丘陵起伏綿延 左江在這裡貫穿而過 而位在重左線城兩公里的地方 還有一座世界文明的景致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手上正捧著這個寶塔 但是大家從這個鏡頭上面看 這個寶塔應該是斜的 左江斜塔又稱為龜龍塔水寶塔 是在明代天啟年間 知府李永梅所建造 距今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 在青奈時期曾經重修 從原來的三層樓高增加到 現在我們看到的五層樓高的專造建築物 塔身約有二十八米高 塔底直径五米 整座塔向西南傾斜 這斜塔為什麼是斜的啊 它是一個現在有一個是地基分體 還有一個地基分體 現在我們看到左手邊那是原生石 那右手邊是人圍的 但是最終那個鞋塔的建設的過程中 它是有了賦予一個道教的意義了以後 它是傾斜的 所以是因為這個地基的關係嗎 它建築過程很科學 它現在我們它傾斜的角度的時候 不但是怎麼樣 它跟水的流量是個正比 所以它現在經過了幾百年以後 它有了一定的康程座 它幾百年過來也沒有倒 不同於其他世界上知名的鞋塔 大部分都是因為地基下陷 才造成塔身傾斜 左江鞋塔可是一座 用科學打造的鞋塔 塔身向西南傾斜的角度 經過測量呢 約為適度二十四分六十四秒 是當年工匠打造這座塔時 精心計算出來的結果 這同時考慮到了 將水流量與風力 還有地基結構因素所打造的 這是為了防止 將水長級衝擊塔身 所以蓋成傾斜 堪稱世界之最 據聞當年會在此修建風水寶塔 是因為過去往來這裡的船隻 經常發生船難 當地居民深信 這是因為水中妖龍作怪 因此在此建立了寶塔 有沒有看到 那個塔 那個塔的形狀 其實是像一把劍的劍把 然後倒插在這個岩石上面 就直接這樣插進去 插進妖龍裡面 過去就是這邊經常發生船難 然後當地有一種說法是說 因為這邊有妖怪 妖龍在作孽 後來就插了一把利劍在這邊 鎮住它 鎮住它 但是後來就變成是說 所有航行的人 看了這個寶塔的時候 它就有警覺的作用 所以船速就可以慢慢放慢下來 所以在經過這一條 這個彎道的時候 就不容易發生這個船難 撐著船 我們走進了鞋塔底端 更可見到這座鞋塔獨特之處 湯流的左江在這裡呈現了 九十度的大轉彎 江水幾乎是直接衝擊 這一塊鞋塔的底端 然而聳立在熬頭峰上的鞋塔呢 居然能夠安然度過三百多年 塔身呈現八面體 一點也沒有崩壞 更特別的是塔頂 鞋住有一座葫蘆形的蓋頭 歷經百年不成繡壞 而塔頂有八面飛簷 岩角處掛有銅鈴 銅鈴還能敲出悅耳的聲音 讓往來的船隻能夠警惕 走進鞋塔裡面 更可以感受到傾斜的角度 好窄喔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已經 鑽進來這個鞋塔裡面了 這個鞋塔呢 裡面有一個旋轉的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剛好呢 只能夠容納成一個人 一個人這樣子窄窄的 這樣子行走上去 這個鞋塔也是斜的 這個旋轉樓梯也是斜的 跟著這個鞋塔 這樣子一直斜上去 然後旁邊所看到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窗戶呢 也全部都是斜的 所以你看到的景致 都是斜一邊的 很有趣 這是一個鑽造的一個鞋塔 可以看到上面全部都是針 但是簡單的左江鞋塔 卻是老祖先們生活智慧的結晶 如今仍然靜靜佇在左江上 繼續為往來的船隻守航 而左江流域過去以來 就一直是壯族居住的主要地區之一 壯族祖先之一 駱月人早在千年前 就已經開始在這一塊土地上生活 沿著船行駛的路線 我們順著左江上游前進 兩岸都可以看到特殊的地形景觀 抬頭一看都是陡峭的山壁 然而這裡卻藏著深不可知的秘密 究竟是什麼秘密 可以藏生在這裡數千年呢 接著遠遠的我們就發現了 這陡峭的岩壁上 似乎有著不同於其他岩石的痕跡與色澤 為了看清楚這岩壁上的圖畫 我們靠近仔細觀察 我們在遠遠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所能看到其實只是它的紅色 它所有的這個岩壁所採用的 都是一個赤紅色的這樣子的 一個染料上去畫的 但是我們在遠處看的時候 完全看不出來他們到底畫什麼 後來經過學者的端定 這赤色的顏料就是用赤鐵粉 加上動物脂肪攪拌而成的 花山岩壁畫其實早在南宋時期 就已經發現了 當時他們就已經注意到了 這岩壁上簡單又具生命力的圖案 在這一片的這個岩畫上面呢 其實是比較完整的一塊 其實陸陸續續在我旁邊 大概綿延大概500公尺左右 全部都是壁畫...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塊比較完整的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有畫了哪一些東西 有一個就是像是這個輪子 像輪子的一個比較像型的一個圖案 在這正中間的地方 然後四邊圍繞著大概是有五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身上揹著寶劍 那他們畫的這一個人物的這個線條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就像是小孩子在畫那個... 畫那個塗鴉一樣 都是這個形狀這樣子 除了有揹著常見的強壯男子之外 幾乎整片岩畫有一定的布局 一面牆都只畫了一位背著劍的男人 身邊還會帶著看起來像是小狗的野獸 而最特別的是在這整面牆裡頭呢 只能看到兩位披著長髮 而且肚子微凸的婦女 當地人說這兩位是整片壁畫裡面 僅有的兩名孕婦 究竟這一些圖案簡單 但面積廣大的花山岩壁畫 是否具有某些涵義呢 當地有一種說法 他們在考究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這會不會有可能是 當時的這個駱月人 也就是這個壯族的一個祖先駱月人 他們在征戰的時候 勝利了以後回來以後 為了慶祝聖戰的時候 所畫上去的 另外也有一種說法 他們像這樣子很像在祭天對不對 很像在從事一種儀式 所以有可能是慶祝豐收 另外因為他沿著這個左江 在這岩壁上畫 所以有可能是為了祭拜這個水神的 除了這片山壁上的岩畫 究竟有何作用 我們得不到解答之外 另外呈現在高手山壁上的畫 又是如何畫上去的 那更是千古之謎了 有人猜測是人搭著船 沿著左江畫上去的 因為千年前那時水位較高 經過地殼變動後 造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景象 但我們在附近卻找到了一個答案 就在這個岩畫的底下 我們發現了一個 1986年7月23號的一個洪水水位 也就是在20年前 這裡曾經犯過最大的洪水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 距離上面的岩畫 還大概是有三層樓那麼高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就算是這個最高的水位 到達這邊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抵達那個岩畫的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是按照這個 如果是因為洪水的時候 他們才上去畫的話 這幾乎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們在這邊 也發現了一個小秘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又很奇怪 這跟洪水的水位又有一點關係 來看一下 這岩壁上我們剛剛是這個傳家 帶我們來看的 傳家長期生活在這裡 結果發現了這個岩壁上 到處全部很多都是這樣子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都是貝殼的畫質 還有魚的畫質 還有蝦子的畫質 都在這岩壁上面 也就是說過去這一塊這個岩石 有可能是這個地殼隆起 另外也有可能是在水底下的 幾乎到此研究的學者 最後的下場都是跟我們一樣 都只能假設性的得到某些問題的答案 這些難解的秘密 最後還是被高高的悬掛在山壁上的 這一些畫作當中 也因為它的神秘讓花山岩壁畫 更增添它的魅力 地形特殊自然景觀豐富 我在廣西從左看到了 既是磁複也是謀殺犯的白頭夜猴 從左地形變化大 不但地形景觀特殊 而且自然景觀 還很有看頭 因為地形的關係 這裡還有著世界上少得可憐的猴子 白頭夜猴 不過這個時間跟那些猴子比起來 我顯然可憐了許多 真的有夠可憐的 現在才早上六點 我已經來到深山裡面了 這邊是廣西省的一個 弄關自然生態保護區 這個保護區非常的特別 因為這個保護區裡面生長了一個動物 這種動物比中國的大熊貓還要來得更珍貴 所以我們一大早起床 就是為了要看珍貴的動物 待會我們可以細細來看一下 就生長在附近的三群裡面 這種珍貴的動物 他們可是與大熊貓金獅猴長輩園 一起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屬於半素期半岩期的熱帶動物 所以想要在這一片科斯特石灰岩上 看到牠們的身影 那眼睛得放亮一點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動物叫什麼 白頭葉猴 白頭葉猴 對啊 頭是白的 是樹葉的猴子 白頭葉猴 我們看到這一群白頭葉猴呢 是我身邊這一位北京大學秦大公教授 長期調查研究的一群白頭葉猴 為了要研究這些比大熊貓還要珍貴的動物 北京大學已經在這裡觀察了近十年的時間 請教授告訴我 在這個山頭裡面呢 約有十多隻的白頭葉猴 是屬於同一批的猴群 剛剛有告訴所有觀眾 這白頭葉猴呢 是這個比中國的大熊貓 還要來得少的一種動物對不對 對 現在這個地方總共有多少隻 總共有七百隻左右吧 七百隻左右 全世界也只有這麼多了 那只有在中國有嗎 其他地方都沒有 中國也只在這個地方才有 全世界只有這裡才有 它分布一個範圍特別小 只在佐江美南 除了在中國廣西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僅存的白頭葉猴外 世界上其他地方大概已經找不到了 根據他們長期的觀察 生存在從左的白頭葉猴呢 共有二十群 兩百一十二隻 以群居為主 地獄性強 最主要的食物呢 是樹葉 因為頭部有著白色的毛髮 因此取名為白頭葉猴 一大清早是他們出來祕食的時間 所以趁著這個時候呢 是觀察這些猴群習性的 最佳時間 我看到了 就在那邊嗎 就在那邊 對… 你看 又有一次上去 然後我看一下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頭應該算是小的吧 頭不大 然後… 毛尖尖的 像貝克漢的頭這樣 對… 但是要接一點 白色的 然後尾巴也是白的 白的 但是我看它尾巴很長 很長 因為它在峭壁上運動 在樹叢中運動 長尾巴會起到一個很好的平衡作用 為了便於在峭壁上攀跳 白頭葉猴有著比身體長1.5倍的尾巴 透過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有趣的畫面 一隻白頭葉猴為了要登上更高的岩壁 是直接抓住了另外一隻猴子的尾巴 像盪鞦韆一樣直接盪了過去 教授告訴我們夜晚休息的時間 這些猴子的居住地 就是在這些峭壁的洞中 因為長期生活在這些峭壁上 所以白頭葉猴的四肢較為發達 這些如果不是細細去觀察 還真的不容易呢 你來這邊做研究所做多久了 差不多10年了 已經10年了 差不多了 你的青春歲月全部構成給這群猴子了 10年來他們幾乎是跟著猴群一起生活 秦教授笑著說 他們現在觀察到的可都是猴子猴孫了 因為細心的觀察 所以也記錄下了白頭葉猴 與其他猴類最大的不同處 就在去年的時候 在這一片岩壁上發生了 世紀猴王的爭奪戰 畫面上看到的這一位就是當時的猴王 母猴那時才剛生下了一隻小猴 全身金色的小猴 意味在母親身上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這一天卻跑來了這隻兇狠的公猴 想來搶奪地盤 瞬間爆發了一場激鬥 沒想到這本來的猴王呢 卻因為年老歷衰 被這隻兇狠的年輕猴子給擊敗了 在猴群裡是一夫多妻制的 其他的公猴因此跟著戰敗的猴王 遠走他鄉 母猴則留給新來的猴王 為了加速這些母猴發情 新猴王居然將強保中的小猴 給活活地殺死了 母猴則是不捨得 將這隻小猴抱在身上 秦教授告訴我 每一隻白頭夜猴 公猴既是慈父 也是謀殺犯 這些珍貴的鏡頭與故事 其實都是研究人員 經過數十年的時間觀察出來的 在他們的保護之下 如今這塊地方 已經成了白頭夜猴的 珍貴生存環境 像這個白頭夜猴 它這是哪一年發現的 最早最早是195年 4年還是5、6年 由一個中國的科學家 叫譚邦傑 他來這裡廣西做調查 然後發現 這種猴子跟別的猴子不一樣 然後他找到了他的皮 去做研究 然後定了種名 他是全世界這麼多猴子裡 唯一一個由中國人命名的猴子 所以是中國人發現了 而且生長在中國這邊 對,特別有意思 可看 如今這些猴子 似乎已經不在乎 人類對他們的好奇了 不但不懼怕 而且偶爾還可以發現 他們也在盯著我們看呢 即使在樹叢裡採著果實吃 也不在乎我們的打擾 這隻猴子在岩壁上跳動的機會 請教授簡單的告訴我們 觀察白頭葉猴公母最快的方式 那就是看屁股 只要屁股那一塊白色的形狀呢 是啞鈴形就是公猴 而蝴蝶形呢 則是母猴了 哪隻是猴王 大家仔細一看 一定看得出來 那這為什麼那麼少呢 猴子實際上歷史上很多的 歷史上應該 我們調查過 全國有十幾個地方都有分布的點 後來還是人口增加了 人口增加 對它的棲息地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還有以前也會有一些偷獵 來抓的呀 那後來最少的時候 我們剛來的時候 十幾年前 這個地區只剩下九十幾隻 不到一百隻 差不多九六年九七年 我的老師潘文石教授過來 第一次過來的時候 很少 但是後來經過幾年的努力 現在又在增加 全世界被列為 極度瀕臨絕種的靈長類動物 有二十五種 其中之一呢 就是白頭葉猴 如今雖然在有心人士的保護之下 獲得了成長 但是還必須靠著大家的努力 動物是這樣的 你不去傷害牠 牠也會對你友好 不會害怕你 如果大環境無法改變 人類不珍惜與大自然的 和諧共處方式 有一天這一群可愛的動物 還是會消失的 有一塊乾淨的土地給牠們 相信牠們會活得更快樂 快 氣勢康薄的瀑布奇景 咆哮的江水分沉而下 我在廣西與越南的邊界 找到了中國最美的跨國大瀑布 德天瀑布我來了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呢 就是這個中國最著名的 德天瀑布 這個德天瀑布呢 也是這個亞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這個跨國瀑布 我們現在所站的這個地方呢 是中國的境內 另外呢 在我的這個 左手邊的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越南的紀念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瀑布 仔細來看一下這瀑布呢 其實是分成兩個瀑布 一個瀑布呢 在我右手邊這個地方呢 比較大的這個 就這一塊 這一塊瀑布呢 叫做德天瀑布 然後呢 另外呢 在我左手邊 在那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那個地方呢 是越南的百約瀑布 這德天瀑布呢 這個左右長呢 大概是120米左右 如果再加上這個 板約瀑布的話呢 是有208公尺左右 然後呢 這個德天瀑布呢 它的垂直高度呢 是60米 所流經的呢 就是黑河 另外呢 也有一個名字呢 它叫做愛國河 另外呢 還有一個名字呢 叫做歸村河 這個河呢 非常的特別 為什麼叫做愛國河 你知道嗎 因為呢 我們之前呢 幫大家介紹過這個 蛾泉 蛾泉呢 其實也就是這個 瀑布的這個水源的發源地 這個蛾泉呢 是位在靜西 它也就是這個 在廣西的境內 所以呢 它在這個蛾泉 經過的時候呢 在流經了越南 然後呢 再回歸過來 到中國的境內 所以呢 叫做這個愛國河 非常特別的一條河 等一下呢 我們也可以下到這個 瀑布底下 去看一看 能夠感受一下整個瀑布的 這個氣勢磅礡 一條發源於越南的歸村河 形成了天然的國界 並在這交界處 創造了最美麗的瀑布奇景 這座名列亞洲第一大的 德天瀑布 光是葡萄洶湧的水勢 傾瀉而下 落差甚至公尺所帶來的 兇猛威力 創造出三層懸空 跌落的瀑布奇景 就夠令人驚嘆的 光是每座瀑布的水面 寬達一百公尺 豐沛的水量所激起的水花呢 將四周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鎮耳欲龍的轟隆水聲 一秒也沒有停過 氣象彎千的景致 比貴州的黃果樹瀑布 還要來得壯觀 僅次於世界第一的 寧加拉瓜大瀑布 鬼斧神宮的天然景致 震撼人心 不過卻由於地處於 中越邊境 讓這瀑布多了份正智慧 因為德天瀑布 流向越南後 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回流到廣西的懷抱 這可讓當地人 對德天瀑布的愛國情操 可說是相當敬佩呢 我們現在的船呢 已經來到了這個 德天瀑布的底下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真的感覺到 非常非常的這個 凍破心驚 石破天驚 因為那個水流下來的 衝擊的力道的聲音 非常的響 這個瀑布總共分為三層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最底層這一個地方 它的第一層到第三層的 這個底層這個地方 落差大概是70米左右 這一個德天瀑布呢 不要小看它這樣子 它除了是亞洲第一之外呢 我告訴大家 它的水量呢 比黃果樹瀑布呢 還要來上大上三倍 另外呢 這裡呢 我們現在看到呢 其實是在它的 枯水期的時間來 它的正確的這個 風水期的時間呢 大概是在夏天的時候 也就是六七月左右 那個時間 如果來到這邊的話 那真的是氣象萬千了 更是這個氣勢磅礡 驚心動魄的德天瀑布 帶給我們的驚喜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風景出了界 是這裡的最佳寫照 當我們攀上另一個山頭 卻找到了一處 左腳在越南 右腳在中國的神秘石碑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中國廣西的一個界碑 那它是這個 中國廣西的 第53號的一個界碑 也就是說呢 這個廣西呢 總共有多少碑 這一個碑呢 在這個越南的邊界上面呢 是排第53號 就是這邊53號 但是這個碑呢 是我走遍了全中國 看到最特別的一個碑 因為它是一個老碑 一般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界碑的話呢 界碑所駐立的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是中國的國界的話 它朝向的那一面是寫中文的 另外一面的話呢 它則是寫的是 鄰國的國家的這個文字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界碑呢 反而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界碑呢 應該是這麼看的 也就是說我的正前方 就是鏡頭所在的這個位置呢 其實應該已經算是越南了 反而呢 是在我的後面這個地方呢 是屬於廣西 也就是中國的臨界 所以我一旦跨過這一條 這個界碑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跨過了中國的國界 反過來的話呢 其實應該是 這個地方呢 這個方向呢 則是中國 那因為這個 一般的話文字 應該是中國廣西界的話 應該是刻在這個碑的另外一面 才對 但是我看一下後面這個界碑 這後面呢 並沒有立下任何的文字 這是中國我看到最特別的一塊界碑 林興的界碑就立在半山腰 雖然周邊還有大山作為屏障 但光靠這塊石碑 劃分出來的國界線 卻是個最模糊的自由國度 因為只要稍微跨出一小步 就進入了越南境內 這裡不需要護照 更沒有繁複的入出境手續 雙方編迷每天就能自由地 來回穿梭在中越兩國 而腦筋動的快村民們 便靠這最便利的渠道 做起了邊境貿易 這是越南的啊 對 這是越南的 這個榴槤糖呢 也是越南的 越南的 這個糖 這個糖 這有很多 全部都是越南的 那你是哪裡人 你是越南的 你是越南的 那普通話為什麼說那麼好 會說一點點 會說一點點 說得很好啊 說得很好 買糖啊 幫我要醃一條嗎 醃啊 我買這個 這什麼 糖糖 我吃這個 你們一般來這邊買東西的是 哪裡人比較多 中國的來得比較多 越南的來得多不多 越南沒有 沒有 那這樣我們隨隨便便 就走過來你們國家 是啊 就走過來了 沒有關係 來買東西 在這傳統的小市集內 全是越南人來擺個攤子 他們架起了木桌搭起了陽傘 就這樣以最客難的方式 做起了邊境生意 別看這一些攤子小 裡頭可是五臟俱全呢 香水 香煙 老骨油 全都是越南味 這個 這個好 哪裡是越南的 哪一個是越南的 這個 這個是越南的 對 叫什麼名字 這個 西宮名牌 西宮名牌 對 這個賣多少錢 25塊 好貴喔 好貴喔 小小一點給你們 來 好貴喔 好啦 這邊呢 這個已經 算是一個邊境的貿易 其實呢 我們之前呢 曾經也在其他地方 看到類似的狀況 這個 在這個 中國跟俄羅斯的這個邊境上 過去以前呢 所最原始的一個邊境的貿易 其實就是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但是久了以後呢 後來就是特殊形成了一種 邊境的貿易的一個模式 所以呢 我們在之前呢 在這個 雲南跟河口的這個地方呢 也介紹過了這個 越南一個邊境的貿易的模式 其實也是這樣子 陸陸續續後來完成的 但是這裡呢 更加的一個原始一點 來個燕啊 超水一口濃濃的越南口音 講著流利的中文 在這三頭上 看不到國界的差異 卻有最美麗的景致 與最令人玩味的邊境線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友宜關 友宜關也是中國的九大名關之一 對不對 這個以前啊 我們看那種歷史片的時候 都會幫大家介紹的時候呢 那個皇帝就會說 廖慶玄 我給你指派到鎮守這個 鎮南關 對 鎮南關 鎮南關也就是這個友宜關吧 對 明清時期叫做鎮南關 後來改為現在的友宜關 地處於廣西平昌地區的友宜關 是中國唯一還在使用的邊疆關口 由於這裡地勢險峻 又居於東越的交通咽喉 至古以來就有天下第二關之稱 友宜關可以說是兵家必爭之地了 地帶都是 所以見關非常早 漢代的時候都已經見關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當沒有經過建設之前 從越南那邊進來 就唯一的通道就只有我們這個關口 它左右兩邊都是有山路夾住的 夾住的 從那邊過的話也是非常快難 兩千多年來友宜關不僅是歷代的軍事重鎮 更是兵家必爭之地 尤其在清朝時期 這裡就曾發生一場中法激戰 當時朝廷名將馮子才率軍抵抗 痛擊法軍 直到今日在關口上還可以看到當時的彈口 碉堡的舊石痕跡 另外這個友宜關其實也是中國的一級的口岸 所以在我的正前面它就是友宜關口岸 那這個口岸是直接通向了越南 到達河內的距離是大概167公里 經過上個世代 中越關係的努力與局勢的變化 現在中越邊哨已經舒緩了邊境 肅殺緊張的恐怖氣氛 雙方貨車在這裡來來往往 甚至從內地前來的遊客更是逐年的增加 尤其踏上的這一塊千年歷史的關口 更能感受到中越文化交流的神秘魅力 對這個中國的這個東南邊來講的話 其實是比較方便一點 他們如果要到越南的話 或者是到東南亞的話 因為你們到如果要到這個河內的話 必須到胡志明然後才到這個河內 是 如果從廣州那邊也是旅程差不多 那感覺跑來這裡實際還快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邊的地形 如果一般的民眾如果來的話 像遊客如果來的話 靜關的地方是在那邊 那邊有一個關口 是從那邊直接進去 進去以後直接走過這個回廊以後 就通向了越南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條是公車的一個行駛的口岸 也就是旁邊這一條公路 這條公路叫做南有高速 南有高速從南陵到友宜關這個地方 大概全長是180公里 另外從友宜關這邊一直通到越南的首都 是160公里左右 所以中國的經濟發展之後 也造福了鄰近的許多的國家 一旦這一個公路完整之後 相信這不久的將來 這整個地方的發展的前途可期 中越邊境上的經濟巨龍 東南亞最耀眼的黃金通道 我在中國西南邊垂的浦載商貿城 找到了最驚人的編茂金礦 我們現在看到後面這一個呢 就是浦載的一個編茂的關卡 這一個浦載過去呢 其實呢只住了十幾戶的人家 但是呢現在看到你看 大卡車絡繹不絕 非常的頻繁 這邊的大卡車呢 其實呢是有兩個地方的 一個呢是中國的 一個呢是越南的 他們就是在這一個這個編茂的小城裡面呢 進行整個的貿易 有沒有看到這一些呢 這個現在看過去的這一些車子呢 全部都是越南過來的車子 另外呢還有這個中國的車子 這個越南的車子來到中國的境內呢 藉由這個中國各地各個省份 運送過來的所有的物資呢 放到了這個浦載這個地方 之後呢由越南的這個車子呢 再往到河內 甚至通往整個東南亞 這也是一個陸陸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口岸 所以呢這地方呢聚集了許多 從各省過來的一個商人 其中也不把台灣的商人在這裡 創造出了非常可觀的一個經濟收入 所以大家都說這個平翔地區呢 就屬普在最有錢 廣西千里的邊境線上 有個經濟力不容少去的巨龍 普在 它是這條邊境動脈上一顆最耀眼的明星 地處於廣西平翔口岸內 距離越南首都河內 僅僅只有172公里就能抵達 不僅有著最便利的公路鐵路交通運輸 更是中國通往東南亞最便捷的陸路通道口岸 頭戴圓錐形立帽的越南小販 就穿梭在街頭上 叫賣聲此起彼落 來自東南亞以及內地各省客商 全聚集在這個燒茂城內 每年在這裡的交易金額就超過10億元 不過當地人告訴我們 在十多年以前還看不到這樣熱鬧的光景 當時普載仍是個名不見金鑽的小村莊 後來邊境通商開始起步 村民們便畫出了一小塊平地 作為以物易物的交換市場 幾個棚子搭出來就是簡易的商場 看不到川流不息的貨車 對他們來說 肩膀就是貨物流通的管道 這群最早一代的邊民們 他們是最辛苦的挑夫 顧不得身體的疲憊與勞累 用血汗一步步走出了天下 最主要就是看準背後 越南這一個百費待舉的大市場 12年的時候 因為越南那邊它還比較落後 它那個小工業品它比較少 比如說像 就是說基本上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的話 比如說一排縫養機 一排縫養機過去 就可以換回幾百斤大 它那個農工產品很便宜 上世紀越南民生工業普遍缺乏 為這一個城鎮創造的商機 也帶來了世界各地 來這裡闖蕩的生意人 其中不乏排商遠道而來 開展事業高峰 這裡成了富翁的冒險樂園 不少自行車大王 啤酒大王 香蕉大王 都在這裡發跡 你不要看這個小小的這個小城 你看喔 中國大陸那麼大對不對 平原那麼大對不對 可是呢 真正發展的一些經濟的狀況 就是在這種地方 你看旁邊呢 這腹地根本不大 全部都是山 旁邊就是山 這邊也是山 然後呢 這裡還在蓋了一棟呢 是浙江人投資的一個五金大樓 前面呢 我的正前方這邊呢 有一個老的大樓 是台商蓋的 台商在這邊也做了一個商貿城 在浦在這一個商貿城內 不管是賣給老宗的越南貨 或是賣給老月的中國貨 銷路可說是搶搶棍 甚至在公路旁 我們設置小組還發現了一個 不可思議的奇特景象 一輛輛來自內地各省的大型貨車 全裝滿了一箱又一箱的水果 盈滿了整座倉庫 簡直就像是武俠小說裡頭 大會詩的熱鬧情節 沒想到我就在這個西南的邊垂地帶 竟然找到了全中國最驚人的 水果交易市場 大哥 你們從哪裡過來 南寧 南寧啊 對 你的車子是 河北 河北的車子唄 對 你們東西卸完了 西南寧 你們從河北過來到這邊多久 三天了 三天啊 載了什麼東西過來 水果 什麼水果 梨子 梨子啊 可是你在吃西瓜啊 西瓜 西瓜哪裡的 西瓜越南 越南的西瓜 這邊我看好像大部分都是農副產品 對... 農副產品 西瓜分為PM吃吧 你們再梨子過來然後換了這個... 越南的西瓜然後再拉回去 對 要拉到哪裡 拉到哪裡 拉到北極去 這裡燙這樣子可以震多少 兩萬塊啊 這位大哥告訴我們 許多商人來這裡專做石令水果的生意 尤其進口越南的熱帶水果 在運往內地去賣 一車來回掃桌能賺個萬把塊 其中交易最大宗的 就是這甜滋滋的越南西瓜 這個是典型的那個 在裡面的那個有錢人 對吧 對... 對... 來告訴我 哪一些車子是你的 你記得哪一些貨 好多嗎 總共有機 好多有機 有兩車 全部載滿什麼 載什麼 全部西瓜 全部西瓜 全部都西瓜 你是T8張 西瓜張 從哪裡過來批的 我是這個 白衣海瓜 拉到北極去 所以你等於這個中排商 等於是向越南訂貨 然後中國的人 然後向你在訂貨 運到他那裡去 就是靠你了 中排商 這樣子 你們這個 因為這個 你在這個地方好像 類似您這樣子 做中排生意的人 對 對 我巧遇的這位水果中排商 他說當初赤手空拳 就跑來這裡做生意 經過朋友的口耳相傳 發現越南的水果呢 是個金雞母 尤其熱帶水果 對內地人來說 有著不可抗拒的神奇魅力 因此它便在河內色點 進口越南風味的西瓜 闖蕩多年之後 它現在擁有自己的車隊 這中間不僅僅像老月進口西瓜 也把新疆特有的哈蜜瓜 賣給老月 傳統的農產品 在這裡成了一筆 最賺錢的跨國買賣 而帶動起周邊經濟效益的 竟然是個不起眼的紫香 我告訴你 我來到這邊呢 非常非常的感慨 我為什麼要工作那麼辛苦呢 我來這邊賣西瓜就好了嘛 賣紫香就好了 我跟你講 這個滿地全部都是黃金 怎麼樣的黃金吧 我告訴你 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不是西瓜 這是西瓜的紫香 然後呢 我告訴你喔 你看喔 全部啊 全部都在裝這個紫香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筆很可觀的利潤的 來 來... 幹嘛... 不用怕... 我們剛剛發現了它 它是在專門做這個紫香生意的 是賣紫香 你告訴我 你一天可以賣紫香 一天可以賣兩三萬塊錢 兩三萬的紫香 一個月的利潤是多少 對 那個利潤是可觀的 可觀的 你講啦 去講個數字 我們不會來跟你搶這個生意 沒有 你可以來講 剛才你講了 便利是黃金 隨便每個人都可以來拿 好不好 那要有本事啦 你告訴我可以賣多少 一個月大概多少 一個月... 十萬八萬 應該怎麼人民幣 那可以人民幣啦 人民幣啦 人民幣 在這裡講是人民幣 十萬八萬的人民幣 還不是台幣 我告訴你 十萬八萬的話呢 如果是賣紫香一個月 可以賺四十萬 我們還來這裡幹什麼啦 來這裡淘金吧 來這裡淘金... 我還來這裡做到那麼辛苦看嘛 我就在這邊賣紫香就好了 好啦 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記者啦 來這裡賣紫香 對啊 我沒有聽錯吧 一天就能賺個十萬八萬人民幣 這可不至隨便唬人的喔 光是看看倉庫周遭 全被這一落落堆得比人 還要高的紫香給佔滿了 四周工人們忙著 將一批又一批的水果打包 忙到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就能知道這紫香市場的大筆 有多誘人 不僅僅有固定的大宗買家下單 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 零星散客要來買紫香 這個我已經不知道 我應該問他們 到底是誰賺錢 這才沒錢 賣紫香呢 這個一天... 全部都賺錢 一車就收了五千多塊 然後呢你賣... 賣西瓜賣得多少 我一車拉過來三萬... 三萬多 不是五千多 我拉一車... 三萬多 不是賺五千多 那你一個月賺多少 一個月賺多少 外把... 對 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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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到處都可以看到 這樣子在賺錢的人 對 中國經濟的奇蹟 太厲害 老闆說賣出去一車的紫香 少說也能夠 賺個好幾千塊人民幣 每天在街上 數著厚厚一疊鈔票 簡直是家常便飯 紫香的生意 讓我們看得 是折折稱奇 不過在另一頭 靠近三邊的停車場 正在進行一場 水果的選美大會 這可是讓我們 大開了眼界 西瓜看得怎麼樣 一般 一般啊 因為現在 那你今天訂了西瓜了沒 今天已經看買到西瓜了沒 今天沒有看過 都沒有啊 都沒有 你從哪裡過來 這麼遠啊 黑龍江不遠 我買的花 走到俄羅斯 送到俄羅斯去的 對 那你是走哪一個口岸 衰芬河 黑河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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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也幫大家介紹過 一個黑河 一個衰芬河 都是通往俄羅斯重要的一個 邊貌的地區 所以當地的商人也是到了 這個南方這個地方來 所以來到了這個平常這邊 來這邊挑西瓜 那你一個月要待在這邊 待多久的時間啊 西瓜結束馬上都很高 西瓜結束到山東 西瓜結束以後就到山東 再有五天就走了 山東西瓜下來 所以你專門是在做西瓜生意的 對 海南 雲南 好 已經慢慢幫大家勾勒出來了 他們的賺錢之道了 所以哪裡有西瓜呢 他們往哪邊去 到各個地方去披西瓜 所有水果中盤商就坐在貨車上 對這些水果們是品頭論足 長年的經濟往來 培養出它們有如鷹眼的敏銳度 以及精確無誤的味覺感官 不僅僅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找出最具邁向的明溪水果 更在這冬月最大的邊境城 創造了源源不絕的商貿團旗 在一陣子中用散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